在职场有爱打小报告的同事是什么体验 我下午有工作就提前了几分钟下入吃午饭 那怎么办 又被扣工资呗 小人得志 珊珊 你也小心点 珊珊 这个方案你做一下 就这还暗恋运走 也照照镜子 还有什么事吗 等着吧 渊总只能是我的 怎么这么慢啊 我怕同事看见我们两个在一起 我是老板我说了算 哎呀影响不好 哎你脸上贴个串可贴干嘛 剃胡子的时候剃虚刀不好用 没事的 在公司浏览了工作无关的内容 看我不告你 不行 要告就一次性把你告证 我多抓点证据 珊珊 一会儿楼下咖啡厅有人送资料 你下来拿一下吧 再给你安一个上班时间 善离岗位和咖啡 你就慢慢等吧 珊珊我离职了 为什么 怎么回事 我实在是受不了了 感觉干什么都像被监视一样 小刘真的无处不在 要不再等等吧 等不了了 她和主管狼狈为奸 好多员工都离职了 最近离职率怎么这么高 大渊 回了 你上次不是说刮胡刀不好用吗 我给你买了这个有色迷你T恤刀 你还有什么好说的 怎么了 渊总 这个人上半时间做和公司无关的事情 还是按理岗位到咖啡厅 还偷偷把你的照片用作壁纸 就要被开除了还这么横 就你这样也可以喜欢渊总 我午休时间看一下T恤刀有什么问题吗 在咖啡厅等资料不是你让我去的吗 你说是就是啊 渊总这么英明肯定知道谁在说谎 喜欢渊总还要给别人买T恤刀 真为那个人感到可怜 你只说对了一件事 我的确喜欢渊总 真不害臊 就你这样也可以喜欢渊总 我女朋友喜欢我有什么问题 你 你是渊总的女朋友 渊总 这件事跟我可没关系啊 那个是小刘说的 我还不相信 够了 我就说为什么公司离职率这么高 原来都是你们搞的鬼 你以为打小宝宝领导就会喜欢吗 还有你 不分青红造白处理员工 再这么下去 公司迟早要被你们搞垮 渊总 你能不能再给我次机会 赶紧从我眼睛消失 不然你们别想继续待在这旁边 那些离职的员工 辛苦你帮我劝回来吧 好 那你可得请我吃大餐 肯定的